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每年借出巨款 协助生生学子、业园求学梦 无奈的是毕业生有戒无还的情况日益恶化 为了达到每年所回51令吉贷款的目标 基金局目前正在探讨 向在关联公司和私人企业上班的毕业生 实施自动扣薪措施 基金局主席南都三苏 今天在吉隆坡出席活动后指出 当局已经对公务员实施自动扣薪措施 目前正在商讨如何所回更多欠款 因此不排除往后会在私人企业 和政府关联公司实施同样的制度 要求上班的借贷者从薪水中 自动扣除特定款项、偿还学贷